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北韩是封闭的国家,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,激发不少客称是,敢此对记者前去探访,意大利一名女子在北韩旅游时,偷偷摊下了平壤的地铁系统,看起来真的很让人惊讶。 为什么说惊讶,以下这些照片,是,意大利女子,塔纳法拉利在北韩拍的。 从照片来看,进入平壤的地铁系统,叫万如进入时光太空梭的感觉,平壤地铁里随处可见地画,北韩领导人的社会主义画作和镶嵌图案,其次这里还是世界上最深的地铁之一。 同时也作为战时的防空洞来备用。 令人颇感诧异的是,平壤地铁车站并不根据位置地点命名,而是用了北韩革命的主题。 而当你进入地铁系统后,给人一种尽力之美,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1940年。 最让塔纳法拉利诧异的是,无论是乘客还是列车员都很警惕,并且神情冷淡,这或许是国家持续的宣传,不要接近陌生外国游客的作用。 这名摄影师试图与当地人交谈,但都失败。 平壤地铁是世界最深地下铁,被镜头拍下的北韩人民,看眼神,就觉得对外很封闭。 北韩人民对待外国人满是谨慎和冷淡。 我们目前在网络或媒体上,通常只能看到的,都是北韩的阅兵与武力展示,很少能看到民间的这一切。 北韩这国家对外封闭,或许北韩的百姓已经习惯了,而对出生在自由地区的我们而言,真的是另一个无法想象的世界。 最后,感谢您的观赏,欢迎订阅我的影片频道,并且按下旁边的小铃铛,这样有新影片,就会通知你。